今天来苏琼的目的就是想要请那个人让他再请我吃顿饭 可是上一顿饭不是吃得不愉快吗 对 那顿饭没有吃好 当时都吃了些什么菜啊 88块钱 一加一杯茶 一盘瓜子 一盘三杂片 当时就是说的就是一顿饭 但其实吃的内容完全不是一回事 对对对对 当时吃这顿饭是您和哪些家人一起去的 一起去的 和哪些人 都有哪些人 我哥哥 妹妹 我 我女儿 她有一个陌生人 那个陌生人您之前见过吗 一天没有见过 她长什么样 盖盖 她长得很一般的人 但是我看上去第一眼就是不是那么舒服的人 是一个很没有礼节 没有礼貌 没有素质的人 那您为什么要带着全家人跟一个陌生人吃饭 因为在这个时候的以前吧 她孩子大了不是吗 要找对象了 哪呢就是这个孩子 通过找对象找了这个人 后来以后我自我争取的 要求叫她吃顿饭在一起的 我才见到的这个人 也就是说这个陌生人对你们一家人来说 都很陌生 但唯独跟女儿不陌生 对对对对对她跟您女儿是什么关系 她和我女儿是个不正当关系 您说的不正当是指什么 她认识这个男孩子在大三的时候 她就认识了 认识以后呢 我知道以后呢我不同意 不同意她俩付朋友 那我也没见到过她 后来呢我就跟她拿通过电话 她在沈阳上大学嘛 我跟她讲 讲这个厉害关系 她同意分手 我可以也同意我把电话卡呀 什么都换了 我也给的钱了 都答应我了 后来这孩子现在已经28岁了 要谈婚论嫁的时候 我给她找朋友的时候 通过这件事我才了解到 知道她有这件事情 所以她们欺骗了你的感情 欺骗了我四年 那您为什么当初不同意呢 从家庭条件来讲 从她的人品 学类 各个方面我都不同意 所以您提出要跟她吃这顿饭 是想看看这个人 到底怎么样 我希望她累积一点 像个男人